我們現在開始上的那種叫地質構造 就跟你講一些構造 考試的時候就看圖 認出來它是什麼構造都可以了 第一個是會變動的 玉山上面有貝類畫質 以前是在海裡 現在爬到高山 所以滄海會變為桑田 桑田會變為滄海 滑作廣告、滑作品質、堅若磐石 對學地殼的人而言 寒實一點都不堅固 因為它是會變動的 它是會變動的 它會改變的 所以就告訴你地殼會發生變動 那地殼發生變動的最好證據是什麼 地震 為什麼 因為地震可以在短時間瞬間 讓地殼變動讓你看到 它在很短的時間 就讓你看到地殼發生的變動 所以我們說地殼變動的最好證據是 地震 那人類會寫歷史 會記載 可以讓你經由人類的歷史的記載 知道一些變動的發生的狀況 那人類有歷史之前呢 記載之前呢 你怎麼知道 就靠地形的變化來知道 靠地形的變化可以知道 比如說 這裡巴仙洞 我後面會再教一次 巴仙洞是一些高高低低的海蝕洞 越上面越老 越下面越年輕 不可能五百萬年前 孩子每天身高很高 歪一歪下回家休息 歪一歪回家休息 兩百萬年前跳得比較低 歪一歪回家休息 一百萬年前跳得更低 不會這樣 所以是歪一歪陸地上去 歪一歪陸地上去 所以會有高高低低的海蝕洞 八仙洞 高高低低的海蝕洞 這證明了 我們台灣島在上升 在上升 OK 這次我們會再教一遍 然後 固體地球 講話 並沒有那麼穩定 它會變 它類型的時候 尤其是水平方向側壓力會變形 請注意 這句話 原則上是發生在地下深處 地下深處 因為溫度跟壓力的關係 黏石有可塑性 一壓就變形了 如果你在地球表面 對石頭用力一敲它怎樣 碎掉 它不會變形 所以 地下深處發生 然後發生變形 可是當初發生的時候 是在地下深處 不表示你現在 只有在地下深處才看得到 因為地殼會變動 有侵蝕有抬身 會讓你在地球表面就看得到 然後我們要介紹這三個構造 折皺、解禮跟斷層 我會教解禮 教得比較多 課本是一句話就結束 game over了 所以對課本而言 解禮等於不存在 等於是沒有教解禮 我會教得比較多 那麼重點是 折皺跟斷層 尤其是斷層 尤其是斷層 所以我要教這三個地質構造 折皺、解禮跟斷層 石頭跟解禮 我們要教這三個構造 OK 好 第一個要教的就是折皺 什麼叫折皺 然後我們說 在層層的層基因中 最容易辨識 為什麼 因為層基因有層層 你看它一層一層的條紋 所以它彎曲了 它斷掉了 你從這些線條就可以看出來 它彎曲它斷掉了 所以成績人中最容易辨認 當時有層你看得到 它彎的樣子 那個層裡彎的 你看到它彎掉了 OK 成績人中最後一發現 好 剛剛講說 什麼叫折皺 嚴懲受力 彎曲而沒有斷裂 叫做折皺 嚴懲受力 彎曲而沒有斷裂 叫折皺 我們國中教最簡單的兩個 向斜跟背斜 右手邊那個圖 凹下去的那叫做什麼 向斜 向駝背那叫做什麼 背斜 考試畫一個圖 問它是誰 考試畫一個圖 問它是誰 左下角有一個也是一樣 它有圖 你看到它有一個 它有成理 你看到它有彎掉 它有彎掉 左下角圖的 左邊這邊就是一個 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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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折皺 旋程受力 彎曲而沒有斷裂 折皺有的會很大 有的會很小 大的可以上百公里 小的可以只有 放大地形可以看得到 這個看不到 這個主要有一個人 紅色圈圈不是個人 上面是一個背斜 就看它的這麼大 這麼大 不算太小 這麼大 而且又很大 那重點是 什麼是向斜 什麼背斜 我們會再跟你說明 向斜跟背斜的意思